中秋廉假刚好碰上天吐台风 今天北海岸也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出现间歇性的震雨 而考量到台风接近导致风浪大 原定在21号及28号两个周六举行的 北海岸国际风筝节 上午主办单位石门公所宣布 将21号的活动延期 改在下周六日两天连续举行 希望来参加活动的民众 能够有个安全又尽兴的放飞空间 那我们初步是因为 只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我们就不能进行海上的一些 放飞风的活动 那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活动延期到 9月28跟29就是下周的六日 加入近来最流行的元素 今年的北海岸国际风筝节 不但有黄色小鸭的大型风筝 还有猫熊风筝也将会在 北海岸的天空翱翔 现场更邀请到来自国内外的 风筝选手一同较劲 晚上还可以欣赏夜间风筝 那基本上我们延期的话 活动的内容基本上都跟原本的 餐厅的活动内容都一样 那第一天开幕活动 除了一个夜间风筝的话 我们还会释放烈火 那其他的话 就是大型的风筝就有一些 飞天小鸭的一个风筝 以及猫熊的风筝 地点的部分 竹会场还是在我们白沙湾来举办 那这部分是专业的选手区 那副场地的话就是风筝公园 那主要是让副场地上 一般民众可以自由放飞 这次活动将在石门白沙湾 和风筝公园热闹登场 除了风筝表演节目之外 会场还有农特产视机 创意风筝展示和风筝DIY的活动 28号开幕式晚间 也将会有烟火释放 一系列热闹的活动 要让民众体验用不同方式 玩风筝的乐趣 记者许端一 廖平函 石门采访报导